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反讽前首相的敦马哈迪 才是真正愚蠢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东方快吃live 我是申慧 槟城往返新加坡的航空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VTL 将从3月16日开始落实 交通部长纳杜斯里为加强说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已经达成协议 从3月16日开始扩大航空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 以服务槟城往返新加坡的航线 他表示这个VTL计划将允许来自槟城和新加坡的 完成疫苗接种者的旅客 乘搭VTL参与航空公司的航班 来往两地时 无需在抵达时进行隔离 魏佳祥说 宾城往返新加坡的VTL每天运营4个航班 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参与航空公司平均算配 他还说VTL的机票将很快开始发售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反讽前首相敦马哈迪 没有看清楚一马公司的贡献才是真正愚蠢的人 纳吉在面子书签文写道 敦马说我傻蛋因为我指出西盟和国盟政府 自第14届大选以来 从未偿还过一马公司的本金债务 纳吉解释 在第14届大选时 一马公司的债务余额总共是322亿令吉 但是截至2021年6月 债务依然是322亿令吉 民主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潘检伟说 前财政部长兼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继续自欺欺人 展示他对财务管理的认识是多么的无知 潘检伟说 纳吉越来越擅长胡言乱语 最近一次是昨天 这位前财长兼首相质疑他的继任者 为何不在一马公司债务到期前偿还本金 以节省利息成本 他说可笑又可怕的是 纳吉竟然可以厚颜无耻地 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后来的政府 潘检伟说 想象一下 如果纳吉真的以马来西亚下一任首相的身份回归 你能想象马来西亚会如何吗 柔佛州选举在即 各党竞选旗帜 候选人看板和布条 淋漓截头 这些竞选宣传物品遭破坏 拆除和涂鸦的事件也不在少数 柔佛州行动党主席刘震东的竞选宣传版 也没幸免 被涂上厚厚的胡子 但他高EQ幽默地应对 说会考虑留胡子 尽管幽默看待被画上胡子的事件 但他呼吁选民聚加于各政党联盟提出的政策 符合资格投票的大马克工估计多达20万名 不过本届柔佛州选登记成为邮寄选民 却只有仅仅的7000多人而已 反映冷淡 显示海外的公民对于州选投票 异性阑珊 凌晨大雨下不停 加上适逢海水战潮 八升多区今天再遭水灾梦魇的笼罩 而住家被积水围困的当地居民 更发视频到社交媒体投诉 水位已经过半升高 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地区为班达马兰区 不仅淹禁了民宅 积水也覆盖了多条道路 经历去年年底的大水灾后 听到今天凌晨下雨声的居民都难以安睡 截至昨天 国内累计超过95万名5至11岁的儿童 已经接种首计的新冠疫苗 而我国的成年人接种率也超过了90% 俄罗斯上周入侵乌克兰后 战事持续延烧 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与莫斯科当局的第二轮谈判已经结束 双方同意开闭人道走廊来撤离平民 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写道 谈判的议题包括 立即停火和为人民开闭人道走廊 全球最大的加剧零售企业宜嘉日前宣布 关闭在俄罗斯的分店 以及暂停在俄罗斯及白罗斯的采购活动 借此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动 宜嘉的母公司英卡集团发表声明表示 乌克兰的毁灭性战争是人类的悲剧 我们深切同情与担忧数百万人受到影响 这场战争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 并导致供应链和贸易条件严重中断 这也就是为何决定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好的东方快讯Live已经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下星期一我们再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